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河 欢迎大家收看小河这期的视频 刚起床把被套换洗了 以后有个洗衣机真的很方便 省了很多事情 这是新买的被套 粉嫩粉嫩的 然后长胖了 这裙子是我很喜欢的一件裙子 现在穿不上了 现在把被套拿出去外面晾 然后又下起了毛毛椅 先暂时放在外面这里晾吧 等它稍微水分干一点 再拿烘干肌来烘 刚把四季豆粘洗好 然后现在我要切成 一丝一丝的拿来爆炒 这是五花热拿出来解冻 一个人的饭已经煮好了 炒菜炒菜 刚刚把四季豆切好 然后现在开始炒 拍点蒜米这样子比较香 先把这个肉变得干一点 再放那个四季豆下来炒 这样的煮香香 现在倒四季豆下来 再翻一下 等会就调味 调味后再放水蒸一下 就搞定 它的最大的火 等这个水分干一点再炒上来 炒好了开桌吃饭 和这里的肉留得下次炒茄子 搭配得住 香喷喷的 已经吃饭了 然后那个水烧好了 准备洗头发 超快的速度 然后把头洗好了 现在把头发吹一吹 那边再烧着那个开水 我等一下要泡脚 泡了那个艾粉 可以除湿器 水烧头发 然后刚刚秤了一下 我的体重是109斤 从前年的话 我的体重是90斤 就突然间胖胖胖 然后去年有一段时间是96斤 然后今年就是109斤 胖了挺多的 这是我之前买的那个宜家服 哦 说跑步穿的 但是也没怎么穿到 还像新的一样啊 现在不懂还能不能穿 因为胖了蛮多 这样子的 这个是上衣 然后裤子的话有两件 两个颜色 到时候我就穿去跑步 锻炼一下身体 吃的贼胖贼胖的 这样子的 两套 好 还看到有粉丝说 呃 朱妹妹留鼻血 是因为我带她去画画 然后那个什么 呃 养料打着她留鼻血的 你们可以认真的看朱妹穿的那件衣服 我带朱妹妹上来的时候 是不是穿那件衣服的 朱妹妹是喜欢找换的衣服 我们才去画画的 那个就是呃 大哥的库存 我感觉什么责任都是推荐到我这里来 那么我在呃 抖音上面有说到过两个月之后会带朱妹妹回去 这个呢也是我考虑的问题 也是粉丝给我的建议 她说如果说换做是我是你 我会带朱妹妹离开 这是粉丝跟我聊到的话题 其实带朱妹妹回去的话 我之前不带朱妹妹回去的原因是 呃 确实是很想在柳州买房 然后加上圆圆很懂事 每次拍视频的时候她都会问啊 妈妈你今天不拍视频吗 她会说多拍一点啊 多发点就有钱啊 她说这样子就呃 可以买房啊什么什么的 圆圆她真的很懂事 还有朱妹妹她们都很明白我们 我跟呃 大哥之间的关系 反正就是知道哎 爸爸妈妈分开了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圆圆也会羡慕别人 在室里面有房啊什么的 但是我一个女人嘛 能力还是有限的是不是 然后买车 带车带到时候买了房 也要呃 带房大 还要固 还要呃 朱妹妹读书啊七八八的 加上我家里面的话就是我娘家 也是属于我的家 呃 我爸出了一些事情 呃 这个家的话 我要是属于部分的顶梁柱 加上我哥哥他上班的收入来源 他只能呃 他现在还没有结婚嘛 等等之类的 然后分担奶奶的医药费 反正就是 我有个姐是同一个村的 他是以前在我们镇上面卖房子 那天我回去见了一下他 因为我之前要去医院做检查嘛 我本来想是中洞症里面做检查 但是问了一下他 他说那里面没有做那种 呃头部CT啊这个 然后就建议我去华州市的医院做 然后去那边做 他就问我接下来怎么想怎么发展 他说问我有没有考虑呃买房子 在我们镇上买还是怎么样 然后问了一下价格 从我们家去镇上面的话 开车20多分钟 如果说从我们家去市里面 华州市里面的话 开车要一个小时 那么有个说回广路买房子的话 可能会考虑在这两个地方买 然后他那个等于是属于小产权 在镇上买的话是属于小产权 他说也是一样是70年的 反正我对这些也不太懂 他的意思是说 建议我考虑一下 呃回娘家这边买房子的话 呃又近又可以照顾一下家里人吧 就这些吧 他也看着我说 呃我发的那种动态啊 都是两广来回的跑 有时候是半个月在广东 半个月在广西 有时候是一个礼拜在广东 一个礼拜在广西 这样子跑是比较累 比较不稳定的那种 所以现在是在外面租的房子 然后呃刚开始住房的时候 这里就只有空调 那么后面我又买了冰箱 洗衣机是从老家带过来的 后面又想装热水器 但是现在想了想 我又觉得不用装了 因为天气又热了 然后热水的话 直接拿弄烧开水浮烧 现在也是挺快的 因为装的话 有时候也不太固定 万一我想回老家发展了 这种东西搬来搬去也是挺麻烦的啊 所以说 考虑的周到一些吧 然后还有两个月这样子 他们就要放暑假的 我还是想提一下大家的建议 但是从我内心的想法 我还是想带猪妹妹回去 因为这两年的确是折腾的挺累的 然后之前回来的话 也可以看到猪妹妹 她没有以前那么活泼了 反正猪妹妹的想法是想跟着妈妈 又想跟着爸爸 其实做小孩子也挺累的 但是我内心的想法 还是想回老家嘛 离父母又近 就这些吧 然后如果我带妹妹回去的话 我也会好好的培养 做妹妹好好的照顾她 毕竟手心手背都是肉 我觉得人生啊 怎么选择都会有遗憾 所以努力就好了 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啊 我们下期见了 拜拜 拜拜 拜拜